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 全世界的股市都在等待着中美两国最终的谈判结果 因此 在昨天整体来说 股市基本上是保持了原地不动或轻微下跌 澳洲股市收盘是下跌0.3% 依然是保持在6650点的高位 中国方面 上证指数轻微下跌0.1% 深圳则轻微上涨0.1% 护身大盘基本保持不变 欧洲方面 英法德主要国家平均下跌幅度约为0.1%至0.2%左右 美国三大指数各涨跌各有不同 其中道琼斯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纳斯达克科技指数则出现0.3%的上涨 最终使得标普大盘是基本保持了原地不变 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依然保持在1400美元 另外石油价格已经稳定回升至59美元一桶 除此之外 数字货币方面 比特币价格连日创新高 目前每一枚比特币的报价已经达到了12000美元 对比今年3月3000多美元的底价 目前上涨已经达到了4倍之多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将会在日本召开的G20峰会 我们知道全世界目前的目光都是聚焦在日本的G20峰会上 已经不再去关注伊朗和美国潜在发生的军事摩擦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油价已经逐渐回升至59 另外黄金价格也不像上周一样天天在创新高 毫无疑问的是中美的话题将会成为本次G20峰会的主导话题 那么从2018年3月美国率先开始贸易战以来 到目前为止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半 但是双方始终还没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 特朗普也屡次提到 如果在本次日本召开的G20峰会上没有能够达成协议的话 它将会对于中国剩余2000亿美元商品再次增加关税 那么从目前的结果来看的话 其实市场我们从过去欧美一个月的走势来看 美国股市在过去一个月上涨了6% 澳大利亚的股市上涨更多达到了8% 那么股市的上涨其中背后两个主要原因 一毫无疑问就是来自于货币政策的变化 那么美国从过去几年的加息态度 在今年已经逐步开始保持了中立 甚至于有的券商开始讨论美国是否也应该开始降息 而澳大利亚的话 也在本月就是6月份率先开始第一次降息 而且未来至少将会有两次的降息活动 因此货币政策的变化 使得欧美的股市在过去一个月得到了强力的支撑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点的话 毫无疑问就是很多的投资者 包括各类市场 对于中美能够在这次峰会上达成协议 还是充满了比较大的信心 因为毕竟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次谈不拢的话 那么股市也不可能涨那么快 在今天早上我看到英文的最大的财经媒体 这个博盆社发表的一篇文章用的标题 就是对于股市来说只能有plan A 要不然就意味着分盘 也就是说对于股市来说 大家目前为什么能够涨这么多 其实大家都把这个赌注压在了双方能够达成协议 那么如果周末的会谈最终是没有任何协议 甚至于特朗普开始宣布加税 那么对于下周的股市来说 将会是一次重大的利空消息 所以说呢 这个是比较尴尬的一幕 就是中美将会在周六和周日举行会谈 那么周六周日呢刚好股市是关盘的 所以在下周一我们势必将会看到 要不然就是大涨 要不然就是大跌 所以呢 当然我们是真心的希望 投资者呢能够听到的是好消息 所以各位如果在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呢 如果有一些获利盘 大家可能可以做一些风险的规避 这是下周一早上 我们必将会迎来一波这个剧烈的变化 好了 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回到具体产品上 那么在上个星期一 我们重点曾经推荐过两个产品 一个是澳洲的股票 Afterpay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石油 我们知道Afterpay呢 从最高价28.7澳元一股 下跌了30% 在上周一达到的价格是20.02澳元一股 在上周一的节目中 我们跟大家说到呢 任何的产品和公司 如果它本身结构没有发生 这个恶化 或者说经营模式没有发生改变 那么上涨或者下跌30% 势必都将会迎来一次 获利回吐或者是反弹 所以在上周一的节目中 我也跟大家说到呢 这个Afterpay 我们目前看到 它并没有发生恶化或者改变 因此 我们觉得下跌30% 在短时间之内 跌的稍稍有些过多 势必将会迎来一波反弹 那么从上周一到现在20.02 到现在的27 昨天收盘是27.14 累计上涨幅度 已经达到了35% 所以像这一类的上涨 两周之内 两周还不到 一周半时间之内上涨35% 这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像这种机会呢 咱们普通投资者 一年抓住两次 甚至于就算只抓住一次 也够了 我投三万块钱 那我就可以赚到一万块钱的收益 投五万 就有一万五 对于我们很多 平时有正式工作的普通朋友 没有太多时间 那么一年有一万到一万五的额外收益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家不要太贪心 有的时候呢 年化收益在30% 能够稳定保持 已经非常了不起 这个是有关afterpay 我们的推荐 在上周同时我们说到呢 这个石油价格 也是下跌达到了30% 但是在上周 我们说到呢 大家肯定要等一等 保守一点呢 需要在55美元以上 再考虑进场 现在的价格已经达到了59 距离55都快上涨10%了 油价如果能够在59美元 保持超过48小时 它将会迎来过去三个月以来 第一次的强劲 继续的强劲反弹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 石油价格在未来三天 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在59美元以上 如果能够保持 那么未来我们有很大机会 将会看到油价 再次前往66甚至于70美元大关 以上就是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